就可以令到我们人离开了人体 实现了分身成仙的这种步骤 觉得好像我只是去了那里喝了一杯茶 但事实上在我现实生活里面可能过了几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就有缘似天砖了 福生物量 大家好 我是风水 福生物量天生 大家好 我是子耀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风水师兄来为我们讲一讲 道家的炼丹成神的奥秘 我们平时来说炼丹数很多 但是它到底什么是炼丹 讲得那么神秘 它是用一个火炉子把那个丹炼出来呢 还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它和修炼有什么关系 那你经常听我讲的就是一句出名的 叫做龙虎山中炼大丹 那很多人问在龙虎山中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仙丹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其实炼丹有两种的 一种是外丹 一种叫做内丹 首先大家应该很多时候听到的 给我一粒仙丹 这个就是外丹 外丹有我们的仙丹 金丹 还有那种练出来的丹 你刚才讲的没错 是拿一个练丹路来练的 你看到我的弓 叫兜衰弓 外边有一个很大的狐狼 那个就是练丹路 以前那些皇帝为了求现年益寿的方法 就会找到很多道士或者方术去练这些丹 令到她的身体更加好 由于丹丹他用了很多种的药材 有时候毒性比较强一点 中医的介入就是将这个人体 就是说我们去调理的时候 用了一个一片强 对 阴阳五行平衡又没那么强 在汉武帝的时候 这个练丹术其实是最高的 去到徐堂之后 就慢慢慢慢色微的原因 因为你的毒性的原因 后来道教就由外丹转向了来丹的原因 就是觉得既然外面的力量没那么大 不如我们自己去收吧 收回我们自己的精气神 不要依靠外力 那道教的修行到了现在 或者是全真派 我们见到很多的内丹的修行就出来了 那我们平时经常会在一些道观 或者在影视剧里面看到 有道气长存这四个字 那这个四个字里面的气 是不是跟我们讲的那单修炼有关系呢 其实你们经常见到道气长存这四个字 是有两种表达的一般的道气长存 我们见到是空气、道气长存 但是在我们龙虎山的道气长存是不一样的 它的气是我们古文池里面的气 上面很像一个毛字 下面是四点水的 那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要表达的道气长存 普通我们见到空气的气 它是后天的气 我刚才说的毛字下面有四点水 它叫做先天的气 两个不一样 我最简单地跟你去分析就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肝有心 我们都是看得到的 但是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 肝是藏了我们的拍 心是藏了我们的魂 令我们的人呼吸空气 令我们的肝和心更加好的运行 但是我们的魂和拍 它是否需要呼吸空气 但是它不是说我们空气的气 而是要我们的道气的气 而它有了这个气 它才能够令到我们的圆神 有了这个驱使的动力 所以我们道家刚才说的 就是打坐也好 冥想也好 暂装也好 是通过我们后天的人体自然的呼吸方法 或者意念传想的方法 连接到我们的先天之气 就是我们的元神可以和先天之气 电子在一起 那么宇宙的本源都一体了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天人合一 所以人有人的存在 你的精神有精神的存在 精神靠的就是先天之气 人靠的就是后天之气 师兄啊之前您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超体》 其实里面有一个电影的情节 和您讲的神又太虚非常相似 就是那个女主角 她可以瞬间移动到地球的任意的角度 那这个是不是修炼到一个很高层次境界的一个表现 超体是一个西方人对于这个多维空间的一个认识来的 她一个人当全部打开的时候 她可以在所有空间游走 这个是超体的表现 其实我们的修炼也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通过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打坐 然后呢 令到我们自己的灵魂 想去到地球的另一方 瞬间移动 也都可以 就是去做不是你肉身要去做的事 也都是进入我们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空间上的 时间上面其实她都是会有一个扭曲的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觉得好像我只是去了那里喝了一杯茶 但事实上在我现实生活里面呢 可能我有几个小时了 哇 这么神奇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具体你的显化 那但是普通人在我们学店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标志性的显像 告诉我们 我们到达一个层次 对的 我们修炼刚才说 通过我们呼吸的方法 是我们后天的气 去连接我们最先天的元神的气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修炼之中 是我们的天目的打开 有些人说天目是不是天眼 天眼依然是我们在现世之间去看的东西 天目不是你去看的东西 而是你更高级存在 那个时候能够见到的东西 最简单最初始入门的时候 你应该是见到一道光的 那道光是令到你很舒服 很开心 你很想走过去的 在一本很出名的书里有讲过的 叫做《泰宇甘华宗旨》那里 就说我们去修炼入门了之后 会见到那道光呢 叫做《金花的现象》 那这个就叫做 当你打坐啊 领赏啊 或者站庄啊 入门的状态一定是见到这道光 那这道光有它自己的名字吗 还是说每个人他看到的这个光啊 或者金花啊 都是一样的吗 每一个人呢 一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金花呢 是你修炼得很好的时候呢 它是很漂亮的一种状态存在 那我们刚刚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 可能先是一道光 有些人问我 有些人走的时候都会见到一道光 这两个状态 那是我们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 他能够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指引 那个光是令到我们身心很强的一个愉悦 那这本书其实呢 在德国都有做一个很强的翻译 在荣革那里都有写过叫做太阅金花宗旨的翻译 那我们一个修炼的状态 他入到这个这个定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见到光 嗯 那你究竟是是花啊 还是四散啊 嗯 还是确充的 就看你每个人的修炼了 嗯 听说有一些呃 师兄他修炼的比较高维度 他还能看到太极 是真的吗 嗯 那我又要展开讲了 嗯 嗯 第一个阶层 嗯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是因为我们的人体自己的气不够 所以我们才把气补补 这个第一个层次 嗯 第二个层次 OK 你自己的气够了之后了 就可以用我们现在的呼吸方法 去连更加高维的圆神 看到的画面 那看到这个画面的入门 一定是见到金光 嗯 这个金光 没错 无论是花的形状也好 或者是一道光的形状也好 或者是奇形桂也好 那叫做你进了第二个状态 嗯 那第三个状态 之后 你就会将这个光 慢慢聚集 聚集 聚集成为一个圆 嗯 因为原先的金光 它还是散的 嗯 它就未形成一种丹 我们说练耐丹是怎样的 一定是凝聚的 它形成一种 朱子第一次 是的 一个叫做太极的形状 那这个也是第三个状态 而我们练到再高级的 叫做大周天 嗯 大周天呢 这一个太极呢 它会形成五气 我们叫做五气潮远 胡刺彩 你看到这个球呢 是各种形状 各种的颜色的存在 那我们修炼的最终的状态呢 就是要将我们的金光 转化为太极 太极呢 最后形成我们的五色球 这个就是一个究竟的状态 哦 师兄啊 那您讲的这个 从金光到太极到五色球 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这个境界 它难不难 嗯 这样讲啦 修炼呢 是人人都可以修一下 嗯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种状态的 一定是可以的 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呢 在这个红人族世里面呢 嗯 总有妄恋啦 总有私欲啦 还有自己都是不自知的 嗯 一个人不是足够到静的状态呢 要进去 其实很难 嗯 其实我们想达到这个理想状态 它是有难度的 那呃 其实我有个朋友哈 嗯 就是他天天在朋友圈发一些 他今天看到玉皇大帝啦 然后明天是觉得这个 慈航道人给他一个指引啦 那他老是看到这个大罗神仙在他身边 围绕他给他指令 这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完全理解 嗯 我试过就几个人坐在这里 嗯 有个人跟我直接这么说 我这么特别 是 你线着我们这几个人里面 就有原始天尊了 哈哈哈哈 三清都来了 这种状态我们接触太多了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种是走火欲魔的状态 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在修炼的这个状态里面 一个人他没有基础的分裂 他又不够清静 他不够清静的时候呢 他在修炼 他是一种妄为去修炼 一种自己私欲的一种去修炼 嗯 然后呢 我是为了达到这种状态 将我的神放了出去 人的神呢 一旦守不住的时候 你出了去 那就有个空位 嗯 一有空位呢 其他的能量 或者我们说那些model 就会进来 会令到你有很多的胡思乱想啊 乱七八糟的这个画面啊想法 这个根本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天道要给你的东西 而是model要给你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人收下收下 变了走火欲魔了 嗯 当然了 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有慰根呢 本有 所有人都可以去修炼 但是一个人能不能修得好 你先摒除了你的私欲 你这个人在做事人做事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摒除一些网念 从你的本心去开始 通过念经 通过简单的呼吸 通过简单的厨长 进入了第一步之后 再通过这个指点 再去这个打坐啊 站庄啊 去练我们的金康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如果一又是去到那么难的话 不是说不可以练 你的方法错了 从而走入魔道 那么一个修为的人 我们叫做道德 道德是怎样去理解呢 道就是天道 我们人人都想有天道 德是叫做得道 大道不离德 如果有德 你就容易收获到天道 容易成功 如果没有德 你最终入的是魔道 收的是失败的 这个才是真理 回复你本身 收获你的道德 那么感谢师兄本次的分享了 期待我们分享更多有趣内容 下次再见 欧生母来天君 佛生母来天真 佛生母来天真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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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